走進展場的小房間 一台復古的電腦與鍵盤 放置正中央的木桌上 而橋面上輸出的 是看似印刷風格 實則充滿數位意涵的圖樣 眼前每一幅作品 都是透過電腦程式運算 隨機不重複 這樣的變數增加了作品的趣味性 也正因為這獨一無二的特性 讓每一幅作品變得更加珍貴 當然除了讓它自動執行編碼 你也可以嘗試成為藝術家 來到這個展間 民眾也可以嘗試坐在 這個復古的螢幕 還有這個鍵盤前面 來輸入這個指令產生作品 加拿大籍藝術家 Matt Delores的作品Folio 靈感來自於早期數位藝術作品 而這樣的生成藝術演變 可要從60年代說起 當時生成藝術的討論範圍廣泛 有電腦編碼生成 也已經有AI生成 而出生於倫敦的藝術家 Herald Cohen 60年代開始研究計算機運算藝術 1971年 他開發了一個電腦繪畫系統 Aaron 引起藝術界還有科技界的關注 成為生成藝術啟蒙代表之一 如今我們看到的AI繪畫技術 早在當時就已經被廣泛討論 只是隨著科技進步 現在的創作方式更為進化 另外這個作品 民眾可以拿起手機或是平板電腦 來掃描上方的QR Code 然後你就可以來上傳這個照片 並且會利用AI的程式來幫你製作出 和這個藝術家的風格類似的作品 台灣首位登上頂級NFT藝術平台 Artblocks的藝術家王新枕斷出的作品 就可以讓民眾親自體驗 透過AI和藝術家撰寫的編碼 創作出風格相仿的畫作 而每衣服都是獨一無二 這幾年不管是區塊鏈 還是人工智慧都相當的紅 那我們用藝術的方式來呈現 那這個藝術又不只是在電腦上面 在網路上面 而是現場大家都可以實際去手動操作 然後現場的看到畫面 那這樣的感受可能會更具體 另外這個作品則是透過 繪畫機即時生成 類似鳳獎美術館藏罕見的描繡 是藝術家他試圖模仿描繡的紋理 還有他的整個線條還有格子 那所以大家可以看到這邊是 藝術家即時編碼的過程 大家在挑選一些線條 來跟實體的描繡一樣 那右手邊這一邊的螢幕 就是數位編出來的一個結果 那我們可以看到有一些格紋 然後它也可以是動態的 來到這裡 除了可以欣賞大師級的作品 更可以透過指示操作手機 獲得NFT小禮 欣賞展覽的同時 除了出探生成藝術領域 也見識到新科技如何 為這個世代帶來不一樣的藝術可能性 華視新聞莊宇傑送一張專題報導 很確定發展露了